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我作為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當選人 需要在七個工作天內 公開作出法定聲明 表明我不屬於任何政黨 也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 所以我今天請了譚志源先生 作為我的見證人 簽署了有關的法定聲明 並且公開作出這個聲明 依照法例 我也需要向選舉主任 提交一份書面承諾 表明我如果獲任命為行政長官 在任期內 不會成為任何政黨的成員 這一份書面承諾 早前已經在譚志源先生的見證之下 簽署了 將會一併交給選舉主任